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相逢宁静中 让我们在宁静中找到自己 领受生命 今天我想同你们分享 绊脚石这个主题 让我们在一个不被打扰的空间 选择一个舒适而警醒的姿势 你可以坐着或者躺着 轻轻闭上眼睛 全身放松 缓慢地调整自己的呼吸 深深地吸气 慢慢地呼气 吸气 呼气 在一呼一息之间 留意至高者 温柔 慈爱的目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曾经有一个人 曾经有一个人 他不断地为家人的平安祈祷 祈求他们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 并能得到救恩 然而 这些家人 却接二连三地出世 离开人世 这个朋友 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 他认为 信仰 不是应当让人 不是应当让人得到平安吗 为何 反而发生这样的事呢 这样他很难完全接受 这样的信仰 虽然 他没有完全跌倒 也被绊脚时 绊得不那么热心和虔诚了 但也被绊脚时 绊得不那么热心和虔诚了 智慧书说 人子 被选定 为使许多人 兴起 但也是 一块绊脚时 使许多人 跌倒 这种跌倒 往往 因为我们的信仰 与他所传扬的道 不一致 就像 两千多年前的 以色列人 期待的墨西亚 是不能失败 像大魏一样 复兴 以色列国家的 政治领袖 然而 人子实际上 是赎罪的羔羊 来除免世人 罪过 带领人 成为至高者的 儿子 他复兴的 乃是天国 而不是 属世的 以色列国家 由于人子的 道 完全不同于 众人的 期待 当人子 被判死刑 被挂在 木架上时 无数的 以色列人 被绊倒 不相信 人子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 也曾经 被绊倒过呢 那是什么人 或什么事 把你绊倒了呢 后来 让我 antic 尝译 要他 适合 于人子 慢着 尽快 启 嫩 现在 女 所以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你现在对这件事还惊艳到什么情绪呢? 你在把持什么样的观念不放呢? 你的期待和渴望又是什么呢? 在这件事里 你觉得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你觉得自己是怎样的观念不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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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自己是ừngoisexc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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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曾向至高者表达过自己的情绪 观念和期盼呢? 他又是如何看待你和你的观念呢? 或许你可以现在就与他聊一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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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